开始 今天我们讲 优能系列4-20 安装调试使用的方法 首先将机器放到台面 打开电源 进入界面 打开门盖 取出离心机内 贴充物 没有贴充物 我们安装转子 找到我们主机所佩戴的转子 将转子中心口 对嘴 电极中心轴 垂直放下 轻微摆动 将转子安装到电极轴上 使用锁紧工具 碎石针血紧 血紧 装样 你旋开我们的离心盖 将我们的样品试管放进去 然后如果是需要适配器 我们可以将我们的试管拿出 装入我们转换的15毫升 装用适配器 放入离心机转子上面 装好之后 将我们的转子盖 血紧 顺时针血紧 轻敲一下 没有空骨 就是代表盖子血紧 转子安装好之后 关上门盖 进入我们的操作界面 4-20用能系列为全自动识别系统 我们可以按启动 直接使用 现在进入运行状态 当离心机结束之后 我们按停止 完成操作 感谢观看